为要让环境以及土地得到更好的照顾 企业民间单位以及中华国际原生富裕协会等 发起了稻干分解菌观摩会 继台湾好空气玉福田计划 且赞助支持一个台湾好空气玉福田环境永续专案 提供农友长期烧稻杆空污温室气体排放的永续循环解决方案 而第一站先是来到玉林免费赞助农友100公顷 而7号办理启动仪式要大家一同浅探守护净土 为了让环境以及土地得到更好的照顾 企业民间单位以及中华国际原生富裕协会 等发起了稻杆分解菌观摩会 继台湾好空气玉福田的计划 更是赞助支持一个台湾好空气玉福田环境永续专案 提供农友长期烧豆杆空污温室气体培放的永续循环解决方案 我们一定把所有的企业界我们企业界的好朋友 全国都把它带过来尽可能带过来 那么除了这个100公顷200公顷到2000公顷之外 还有呢还要把这个米呢再把它买回去 那么让这个囊界的农友 你用的这个不但你可以就是环保 而且你自己本身很健康 那很重要的就是说还可以把你的米买回去 那我们一定会发动所有的我们企业界的好朋友们 这么好的地方一定把他们带过来 并且呢我们来促进地方创生 让这个青年人也可以回来 第一站先是来到了玉里 免费赞助农友100公顷 1月7号办理了启动仪式 将发动以及结合企业界 及新创开模 各分会力量一同减碳守护净土 透过这个基金会 他来做一个成购以后 他是用免费的方式 先让我们的农友来试用 来了解才会有今天的这个说明会 也教大家怎么样来使用 那如果说大家用的好的部分 那我们就要希望 是不是我们的基金会这边 可以长期的提供给我们这样的帮助 这真的是一个做福田做好事 让我们的空气越来越好好不好 好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 第一阶段目标守护净土2000公顷 减碳1.8万公顿 连结一群为土地不出以及支持的人 希望花莲能够先率先全台做事半 不烧道感凌空无 记者高双双 玉立正采访报道 必须让我们下转 풀 解它 склад 白排 全靈狗 正面